就是拆解,拆解帐号 那帐号如果重复的话呢 当然就把它移除掉 所以首先的话呢 帐号部分我只要帐号 所以我不要什么呢 我不要add后面这个部分 我只要add前面部分 就是以什么呢,以哪个当分格呢 以这个小老鼠有没有 当分格,那后面的部分呢 我通通不要,我只要留下前面的部分 那再把它call到帐号的地方 call到帐号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我们 这个就不用彩排了,反正就一次 一次就可以开始,首先第一个呢 录制,我们就直接找到录制聚集 那这边就是 看给他一个叫帐号拆解 这边输入帐号 拆解,ok 那储存的位置 就用回复部就可以按确定 选之后的话,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个还是一样 先把它做选取 不过特别注意,请注意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超连结状态 所以请你不要点这里,一点它就会连结到 你的那个可能 那个outlook 所以你点旁边这个地方 好,那再按Ctrl Shift,按向下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 剖析 资料剖析里面呢,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分隔的部分呢 请你输入这个小老鼠 它就帮我们把它分开来了 分开来之后的话呢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我们会入的就是这个部分 那用一般就好了 或者用文字也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用不会入 也就是我会入的话,只有前面的部分 那最后会入到哪里呢 请你点一下,在C 所以这边把它选取起来 按C2 最后按一个完成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怎么样呢 这地方呢 就会只出现帐号的部分 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那你如果现在滚动 其实也还会被录下来 把这地方停止掉 好,停止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录制帐号拆解 编辑 那你会发现喔 我刚刚是不是有多按了一个什么 多滚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